哈喽,大家周日快乐,欢迎来到可爱纽约的小窝,我是万万,又见面喽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18年我买的最失败的10个产品 那我上一篇美妆日记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10个被低估了的产品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10个我买的最失败的产品 从底妆开始说,第一个Beauty Blender的这一个foundation 那这一个foundation呢,它出来的,刚出来的时候呢,对它的这一个,大家对它的这一个比较冲突性的一些话题呢 不是因为它质量不好或怎么样的,而是它的颜色上的问题 那最近它又推出了N多个新的颜色,但是我仍然不喜欢,不太推荐去买这个粉底液 就这一个粉底液,真的我用不好它,没错,它的确就是这个压下来,有个产品走一小孔,然后出来,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liquid foundation,我能这么用吗,我还是得这么用,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还有回流进去,然后我也不知道会流哪儿去,然后我要把它清理,每次用完还要把它清理干净 这样子的,这是一款非常非常稀的粉底液啊,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的质感 应该能看清楚了吧 它后面有个locker啊,然后就往这奔,它就可以 按下来这样子的,我好久没用了,感觉按不动了 OK,按下来了,看到这种的 然后你就用beauty blender站在这上面用 那我挤出来之后呢,如果我没用完,或者是用的不到位 然后我就把它重新再擦一下这样子的 妆效呢,比较偏 大家看一下它的质感啊,妆效 大家看一下 比较偏自然系啊,然后晕染开之后 你看遮在力,遮在力中度以上是可以达到 我的颜色呢是bounce,是比较偏golden yellow的这样的一个底调啊 由氧化到,半个到一个色号这样的一个氧化的程度在我皮肤上边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liquid的一个foundation,但是也不是非常的水了 稍微有一些黏性在上边 问题就是不持久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持久在我的皮肤上边 尤其是我是混油性肌肤 在我的T字区很容易化妆啊 我意思是化妆,就是这个地方会往外走啊 非常非常的不可爱 所以包装上,设计上,质感上都不是我喜欢的 我留下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颜色非常特殊 就是它有golden tone在里边 很多我如果有一些粉底液 如果颜色没买好的话 我稍微对一点这个颜色在里边 就可以变成我的颜色,就是我自己的肤色 那再加上它是一个偏自然妆效的这样的一个粉底液 所以不太会影响一些我很多aqua base的 就是water base的一些粉底液上妆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我留下它的原因 推荐?No 下面这一个底妆品就是这一个 没错,这是我最近刚刚给大家review的 这一个香奈儿的Sablemerge La Tint 我发音对吗?不对啊 我知道就是它在家就这一个粉底霜 它说是粉底霜了,其实就是一个润色面霜 但是它又不是一个滋润度很好的润色面霜 它的遮盖力在我的皮肤上面 零,均匀肤色的能力呢 十分的话也就有两分均匀肤色能力 就有一点亮度在 可能唯一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是一张贵妇脸啊 我知道这是一个贵妇面霜 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一个 因为我不是贵妇脸 所以我用不好它 我是真心用不好它 我是一个平民 我是一个平民 普通的老百姓啊 我真的是用不好这一款产品啊 如果你对这个款感兴趣的朋友 其实你可以去柜台试一下 如果你的肤质真的是超级漂亮的话 可能它会起到作用 在这里 那这个我没推掉的原因呢 这么贵也没推掉的原因 就是我发现它是一个很好的mixture 刚才那个是颜色上的mixture 这个是质感上的mixture 就是如果我手里面有一些非常干的粉底液 我意思是说非常干的粉底液啊 会起皮的粉底液 我把这个跟那些粉底液对起来之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上的更加服贴 更加细致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mixture 如果你说我花一百 我再花一百三十多美金 去买一个mixture mixture foundation 当然不会 所以这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选择啊 然后下面这一个呢 还是一个底装品了 我不知道这是我年初买的 还是去年年末买的 我忘记了朋友们 但是我要把它放进来就是我再要提醒大家一遍 不得了之旧啊 八十多美金 朋友们 tumper现在还在涨价 tumper的眼影从八十美金 涨到八十二美金 涨到八十八美金 就是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tumper的眼影呢 我又那个四色眼影 我又收了两个颜色啊 有的朋友给我留言说 好像新出那一个普通的粉纸 比较chocky 但是我看到留言的时候呢 我已经买了 然后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有用 用过之后 再给大家做上妆 或review的视频啊 八十八美金 但正好我有那一个别人送的gift card 所以 OK 奢侈一把 但是回到这一个粉底液上面 大家也不要去买啊 就是 真的不知道 你可以去买的ordinary 你可以去买欧莱雅 你可以去买那一个 美宝莲的superstay 如果你想要很持久到 很持久 混油性到normal这种的 我觉得都是可以用的 但这一个 失败啊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底妆品啊 就是jcat这一个 没错 这是一个开价品了 但是这一个在开价品当中并不便宜啊 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press powder foundation 这样子的 这一个呢 太厚了 我跟大家说 我真的跟大家说 朋友们 如果你有用过这一个 这个产品的朋友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 我们互相沟通一下 你是用什么打底去用它的 我无论怎么用它 我用BB cream 我甚至直接用它来上妆 直接用它上妆 都非常的厚 就一个字很厚 超纤老 真的很纤老 但如果今天是照相的话 没有人去看你的话 你可能会去用这一个 因为相机的这个光线 可能会不落掉你脸上的 这一个毛孔纹路 很伤皮肤的 我感觉有闷痘的感觉 会起一些小颗粒在我的脸上 所以这个绝对 绝对就得pass 下面 朋友们 喜欢这个的朋友们 大家一定不要有什么 那个 有什么 就是说 哎 忘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喜欢这个 然后 我跟大家说有原因的 就是它在我的脸上 会 废的掉 就是说 可能是跟我混油性肌肤有关系 就是我把它抹到我的脸上 我已经尽力了 朋友们 你看我今天用的是这一个 这两个颜色在一起 你看我这个地方 我尽力了 我真的是尽力在用它 它就是不服帖 你看在这个地方 一块 一块 然后有颜色 没颜色 然后有颜色 我换了很多bronzer了 我手里bronzer真的不多 朋友们 我真的不是一个bronzer的junk 大家明白我意思 然后 但是 这个真的是用不好它 我颜色很漂亮 质感也OK 但是真的就是 fade的太快了 我现在这两张 刚上妆 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吧 这样子的 所以 我肯定不会再去买其他的颜色 然后我问我妹要不要这个 要就给她 不要就 我就凑合着用吧 OK 然后 就是第几个了 第五个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产品 这个 Tatcha的这个primer KC Home 我是她KC Home 她超级喜欢这个 她说她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贵的有道理这样子的 我觉得 我蛮信任她说的一些话的 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信她了 然后我就去买了这个 Silk Canvas 然后 贵得要死的 这一个primer 我用了两次吧 然后就焖豆出来了 大家看到 我就用这一点点 就两次 我没办法再用了 因为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给大家做的是上妆视频 第二天 我脸的这个地方 一边起了一个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然后我就 这两个豆消出去之后 我又用了一次 然后还起豆 很明显 就是这个产品 会焖豆出来 我实在是经不起 另外一次冒险 所以我妹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所以我会带回家 然后给她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皮肤跟我一样 就是对于这一些 pore failure 就是天冲毛孔的一些primer 反应很大的话 我觉得它很可能会闷豆 很可能会闷豆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呢 皮肤的状况就是 decoloration和肤色不均 毛孔并不是目前为止 我最关注的问题 大明娃我的意思 所以poor feeling这种东西 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好多人都说 就是它抹上之后 好多朋友也给我推荐 好多朋友 我说哇你试一下这个 真的是很好用 真的是不太喜欢这个 我还是比较喜欢 那一个hourglass的mineral wheel 然后我想回购一瓶那个 但是这一个 超级超级贵 不好用啊 在我手里上 闷豆实在是一个 不可爱的这个现象 然后下面我说两个眼影 第一个眼影就是算一个 我把它算成一个产品 就是因为我是一起买的 这样就是 Petal McGrath的这两盘 其实我一共有三盘了 这个小盘 三盘 蓝色这个呢 我今天眼睛上有用蓝色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蓝色这个我可以继续用下去 我想说的就是这两盘 大家不要觉得 粉色红色 然后可以买一下 no 我具体的上妆试色 review的事情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然后我也各种给大家 就是解释 我为什么不喜欢它 你可以看到粉色这一盘 如果你喜欢这些颜色的话 你就去买一盘 比较便宜一点的 Motalic嘛 它的这个Motalic也没有 就是说 惊艳到哪儿去 这样子的 很多开价品都给的差不多 像Molani 便宜点的Molani 然后贵一点的 然后像Two Faced的 那个Golden Chocolate 我有提过 都跟这个 比它要好很多了 这样子的 然后包括红色这一盘 前段时间 它的光网不是打 七五折又干嘛的 这些都在折扣当中 所以你说我们买了多后悔啊 真的很想把这两盘推回去 所以 pass 非常后悔买这两盘 非常后悔 我当时一冲动 就把三盘都买了 我就觉得 OK 买一大盘120多 然后三盘110多 然后因为有八折嘛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大家看到 冲动是魔鬼 然后下面这个眼影 我要说的就是 ShallowTuber的这个 四色眼影盘啊 这是它今年新出的 叫Big Brighter Eyeless 这一个 里面呢 长成这个样子 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秋天的 就是夏天中间的时候 还是夏天刚开始的时候 它出这么一个颜色 我真的是真心喜欢不上 Tomford 就不是Tomford的 这一个 ShallowTuber的 这一个四色眼影啊 我知道ShallowTuber的 这一个产品呢 都是从Tomford来的灵感啊 然后比Tomford便宜很多 那当时它非常有名的原因 就是因为ShallowTuber本人 就是Tomford的 这一个这个艺术总监啊 然后那他从Tomford出来之后 创建了自己的品牌 那所以他的这一个 虽然包装非常的Elegance 但是多多少少 你还可以看到Tomford的影子 包括他的产品 包括口红 包括睫毛膏 包括他的这一个眼影 都有类似的这一个 曾经可以替代 Tomford的这一个 说法出现 然后大家才去关注这个品牌 所以这个品牌 一下子起来 因为在同样是奢侈品牌当中 那Tomford是这个高度 它虽然是高奢 差不多的质量 那他比Tomford便宜很多 这是他起家的这一个 一下子活起来的原因 但是他们家的眼影 我真的不喜欢 我宁可再花88美金去买 就是这个 这个 我宁可花88美金 再去买Tomford 因为Tomford的那一个 Glitter 还有他们叫Baked Jelly 那个眼影 在我的眼睛上 打造出来的妆效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不是这一个 我比较喜欢是他们家的眼影 比四色眼影 我觉得也不会再买 什么Pillow Talk Golden什么的 无论被大家花成什么样 我都不会去买它 因为我每一次买都后悔 大家知道 我前两天 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 买它们去年的时候 我买它们家那个大盘的时候 我有多后悔吗 所以一次两次 不会有三次四次 所以我不会再去买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的这两个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呢 就是胶蓝的这一个小蜜蜂 这个产品被我吐槽到不行 这个是我在Occle上面 它就是Occle这个胶蓝 发过来的这个PR 就是免费试用的产品 我知道它很贵 80多美金 但这个真是一个 没有意义的产品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出这个 第一过敏 第二 什么用都没有 就不多说了 大家看到这一个小蜜蜂 就错过吧 朋友们 错过吧 我把具体信息放到底下 它就是那种这样的感觉 然后抹在你的脸上 黏黏的当一个打底 稍微有一点 就是亮泽度在 但是那个亮泽度 我跟大家说 如果十分起的话 十分的亮泽度 它就是0.1分 最后一个产品 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Elimith的 Smart Cleansing Macro Water 我跟大家说一下 Macro Water这个产品 不仅仅是这个品牌 我今年买了三个Macro Water 第一个Dior的 大家在我三月份的 空瓶机当中 应该看见 第二个 大家在接下来的空瓶机 就可以看到就是YSL 超级有名的一个 粉紫瓶的那个 Macro Water 那这个是 Animis的这一个Element 我就用了三次 大家可以看到 它真的是 什么用都没有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 卸妆 卸不干净 我还要继续用卸妆油 我还得继续用洗面奶 如果当喷雾 它又是个Cleaner 你就是用完这个 它不是一个Toner 人家就是 人家那一个 在那个包装外边 最角落的地方写了 它不是 护肤品 not a skin care 大家可以去 每一个Macro Water 最角落的地方看一下 它不是一个 Skin Care的东西 就是 你不能把它 留在你脸上 所以很多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 大家去用一些 技巧性的东西 我Macro Water 喷一下 然后因为它是水 不是这样子 人家是Cleaner 你留在脸上 它怎么Clean 你需要有动作 才去Clean你的Skin 但是它真的是没有用 有的时候呢 我像别的 就是跟别的 就是 我自己比较信任的油管博主 去用这个Macro Water 就是我把它喷在化妆棉上 早晨 在洗脸之前 然后我用它擦一下 然后我再去洗脸 其实 根本什么作用都没起 然后我用完了这么多瓶 真的什么作用没起 唯一 唯一一个 有卸妆功能的 这一个Macro Water 就是 Similar那一个 Similarity Similar那一个 就是那个开架品 大家知道我之前很喜欢 但是那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改了配方之后 我用过敏 它换配方了嘛 换配方之后 我就过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换配方 并不是代表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就是 那一个品牌 我再也买过 我今年的唯一一个 眼唇卸妆 也就是 路德卿的 我在我的这一个 最 Best of 2018 那一个Skincare当中 有给大家提过 如果大家错过 我的这一个 美妆年终大赏的 护肤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篇美妆日记 我储蓄卡满了 朋友们 那今天的这一个 10个 我最后悔买的 10样产品 就跟大家分享完事了 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经验 或者是今年 你也买了什么 比较草点的产品的话 在下面留言 大家共同的 沟通一下 年末了 希望明年 我们都能 谨慎的 小心的 理智的去买一些 好产品 这样子的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觉得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多多点赞一下 现在的朋友呢 一定不要忘记 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因为我现在 每天一篇 美妆日记 PO上直到圣诞节 然后 因为现在是 圣诞倒数的这一个嘛 分享美妆好物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 支持一下 点赞一下 然后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 然后订阅一下 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明天见咯 Bye